3G网络昨天关闭 NCC统计 受影响的用户约53万户 提醒民众尽快确认手机与SIM卡 是否支援4G语音功能 如果不支援 可以到电信门市换机换卡 保障使用权益 在关闭3G网络后 估计全年可以节省超过二点八亿度的电 早安六月三十三G网络将关闭 身体手机都见解 三G网络在三十号正式关闭 一零一九等的几个电话就打不通了 根据NCC统计可能受影响用户 约有五十三万户 至于在关闭三G网络后 估计全年可以节省超过二点八亿度电 原则上应该是升级越高级的越好吧 就跟电脑一样嘛 你旧的可能后面就不适用 效率也不好 三G的手机吗 没有了 现在手机都是直接换4G 5G 反正现在市面上什么就是换什么 这样子 实际来到通信行 业者还珍藏着十多年前 通用的3G手机 强调现在除了不用网络上网 只需播接功能的民众外 几乎都用4G 5G的手机 现在3G关闭了 可以打开设定中的网络与网络网络项目 看信卡是否已经打开 VOTI功能 支援4G语音 叶者强调 如果手机款式太过老旧 也得更换手机 三大电信有推出所谓的无痛升级方案 针对银法族 提供便宜的专案月费 就可以用0元带走新手机 记得财产新张有加台报道 tranquil 太多了